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來施肥 這個是初秋啦 種到現在剛好一個月 現在要把這個網掀開啦 那旁邊這一邊 旁邊這一排啊 這個是雪翠 跟剛才那個初秋是不一樣的 啊這個 雪翠齁它這個 生長期會比較慢 因為現在天氣冷下來 所以說這個一般施肥的話 原則上正常 除了打底肥 種上來 一般我是 是三次肥啦 如果天氣冷生長期延長的話 那到採收 的時候這個我就會變成 四次肥為什麼 因為它生長期拉長 天氣冷下來就會拉長 那這邊的是初秋啦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 就是長的比較大 跟剛才那個雪翠 因為這個初秋的 生長期會比 雪翠 縮短一點 因為品種不一樣 所以說 一般初秋 比雪翠 你天氣冷下來 它就會比雪翠 生長期 再短一點 雪翠會拉長 所以說這個 原則上這個也會拉長 時間沒有它那個那麼長 你可以看到這個葉子 目前這個葉子 下盤已經都有展開 展開之後 我們現在要施肥 你盡量不要去碰到它的 傷到它的葉子 就盡量保持它原有的葉子 啊最重要就是說 第二次施肥那一次 你的雜草一定要除乾淨 吃完之後 如果 那個 種 我們種下去 第二次施肥的 第一次施肥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做倒震 啊現在倒震 的話 你就第二次才不會東倒西歪 盡量避免它傾斜啦 啊像現在要吃第二次肥的話 除非下面有荒葉 還把它 下面這個有荒葉啦 這個就稍微把它弄掉 不要動作不要太大 像這個 像這種你可以拔掉沒關係 啊盡量 上來我們不要去動到它 保持它原有的 啊這個 之前我施肥開孤方 是施在這邊啊 啊所以說我沒有把它 蓋土 啊這一次施肥就簡單化了 直接 追肥在這邊 啊這一次的雜草 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沒什麼 長 因為上次除 有除過 它就比較緩慢會長 這一次還好 啊這一次的話就是 從這邊的草 大概除一除就好了 這個外圍一定比較 草比較旺啦 這個用手拉一拉就好了 這樣拉起來就可以了 啊再來補充一點 這個為什麼說我們種植的過程 這個高麗菜 下盤葉 除非是說你種下去 導正好之後 盡量不要再去傷到下面 為什麼 因為你上到就增加它的負荷 根系就 就傷到 那會 停止它的伸展 啊一般我們種高麗菜啊 都會 直接種下去就好 根系不夠 不夠深 所以說這個 我的建議是說 根系可以種深一點點 不要深的太離譜就好 因為你太淺的話 那個土 有時候風吹這個搖晃 下面那個根部就會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的話 那個就影響到它的生長 所以說根系不要太淺 啊你這一個葉子 一開始有辦法種開 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你有辦法 就是說也是展開之後 大起來 這一顆的高麗菜 就一定會大顆啦 那現在這個 外圍的雜草大概除過 還有少許的雜草 那就沒有關係啦 啊這個我照原來的 施肥的勾勾再追加肥料就好了 啊這個葉子啊已經蓋過它 那我們要施肥喔 就把這個葉子稍微抬高 啊不然你會 肥料沒有辦法放進去啦 會 沾到葉子 啊這個外圍這邊喔 這邊的可以再加一點 撕肥的位置一點點就可以了 幫助這個肥料 這一顆肥料比較集中 啊另外這個就沒有關係 這個都是在中間撕肥就可以了 那這一顆比較小顆啦 是因為之前種的不好 加鹼都會有補苗 所以說這一顆跟旁邊這一顆 一下這個明顯差距很大 谢谢大家